我们都听说过于平博 晚年他说的那些话真有意思 他说一部《红楼梦》是什么 我们看看啊 至于《红楼梦》本身的疑问 使我每每发生误解的 更无从说起 我常为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一个梦也 你越研究便越觉得糊涂 《红楼梦》的的确确 不知不扣 是第一奇书 像我们这样的凡夫 妄扬兴叹 从何处去下笔呢 研究了一辈子《红楼梦》的于平博 晚年说这样的话 他还有更惊人的话 他说在我看来 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 你对《红楼梦》越是用 从红学的角度去研究它 越是在杀死它 你自解它 分析它 是吧 它本来是一个活生生的艺术作品 后来我听到这句话 我就很高兴 我就跟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说 我把它的句型套用过来 在我看来 一切文学系都是反文学的 所以我就不是红学家很高兴 这种专家的身份我从来不要 有一次我们复旦大学哲学系 哲学学院 邀请了胡德平先生来到我们院里 召开了一次红学讨论会 那么我也被邀请了 他们以为我老师讲《红楼梦》 大概也算红学家 所以跟同学专家们一起讨论 能到我发言的时候 我第一句话说 我典礼这场会议 因为这是红学家的聚会 我不是 那么我说我为什么不是 因为我对红楼梦的兴趣不是研究的兴趣 而是借红楼梦来阅读当下中国社会生活 还有一点 热爱红楼梦 我们永远不要去尊重一部伟大的作品 而是热爱它 他们听了都非常惊讶 问我为什么红楼梦还活在当下 我就讲了一番话 其中一部分刚才讲了 他们觉得耳末性的样子 我们不是在研究骨节 因为红楼梦在当下有这样的生命力 当然这也是我们的悲哀 中国人还如此这般的要从红楼梦当中吸取智慧 中国社会实际上没进步 好这些就是我的开场白了 当然读红楼梦有许多不同的角度 就像杨冷说的那句话一样的是吧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那一千个读者就一千个宝玉 一千个林黛玉 道理是一样的 当然对宝玉林黛玉 对薛宝采的他的讨论是不会终止的 比方说他第一次在中国文学史上 红楼梦第一次写出了爱情的境界 在这之前师傅有些爱情小说的 比方说西游记某丹亭之类的 如何可以跟红楼梦相比呢 论论真正的以文学的形象 谈出对爱情境界的领会的 就是红楼梦这部小说 林黛玉为什么来到这冷世界 为了一个子军的情 那么他再来到这冷世界 一辈子干嘛呢 就是哭 就是要哭 就是把一辈子的泪水还给宝玉 爱情就是还泪 太虚幻境里边 宝玉本来是很朴素的石头 女娲补天气质不用 这也大有生意啊 中国传统的社会啊 中国传统的政治构架 不需要用这种人的 这种人已经 他的精神境界超出了 当时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这批人很厉害的 但是他们是少数人 在社会中无法安生 但这帮人的境界最高 谁啊 柳相连 情中 江玉涵 宝玉 这帮人啊 宝玉说 我就是为这些人死了 也心甘情愿 唯有谁懂他这个境界 黛玉 所以黛玉虽然不跟他们交往 因为男女受受不轻 虽然不跟他们交往 心灵是跟他们相同的 我们今天这个时候 还有这类人物嘛 恐怕有 很少见到 超越于这个世所至上的 追求一种新的精神境界的 GIP人物 那叫风流啊 不是今天意义上的风流啊 那未尽闻人的那种风流境界 直率的自由的个性 是吧 这批人很了不起 后来情中死得早是吧 他们这批人都很难过 偶尔相遇会彼此问 到坟上去过吗 宝玉就问柳相连 他说我是不得自由的 我在这个甲府里就不得自由 像笼子里的鸟一样的 不能飞出去的 你呢在外面游荡是吧 可上过坟了 柳相连非常认证地告诉宝玉 上过了 你放心好了 这是这样一批人 真正的同志啊 这种人就为当时社会 跟中国文化的精神说不容的 我们去体会 这个精彩的地方很多很多 就是我们如果说 中国社会有很大的进步 那么中国的这个社会的 许多悲剧恐怕会克服掉 但是对人性的领会 通过红楼梦人物的塑造 在这一点上 他也是千古不朽的了 将来的人类也会谈恋爱 将来的人类也会在 制度的束缚当中 追求自由 对吧 那么红楼梦总是会给我们启发的 好 开场牌 长得太长了 我们来讲红楼梦的源起 现在这个资格的是非常对的 我们来讲红楼梦人之间 我们来讲红楼梦的 感谢观看